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杀手 是不是和我们这一代看中门当户对经济学历的人看法大不相同 什么才是真正的三观不合呢 你喜欢看书 他喜欢玩游戏 这不叫三观不合 但是他说看书有什么用 不就是装文艺吗 这才叫三观不合 你喜欢去西餐厅吃牛排 他喜欢在大排档撸串 这不叫三观不合 但是他说那玩意儿死贵还不好吃 说你真是做做 这才是三观不合 你喜欢假期去各地旅游 他就喜欢宅在家里 这不是三观不合 但他说旅游有什么好玩的 不就是花钱遭罪吗 躺在家里都舒服啊 这就是三观不合 其实三观一致并不是要求你们的兴趣喜好思维方式完全一样 而是彼此间能够求同存异 懂得包容 理解和欣赏 否则你跟他分享快乐 他觉得你在显摆 你跟他倾诉难过 他觉得你是矫情 跟三观不合的人相处比搬砖还累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懂你 你跟他说 大海可真美 他说 你都不知道这里淹死了多少人 你说 花四百八 看场话剧 他说 这些钱啊 都过看十场电影了 你每天化妆打扮 他说你臭美 你坚持去健身房 他说你乱花钱 你喜欢买鲜花 装饰家里 他说 开不了几天就败了 还那么贵 买得干嘛 在你看来时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他眼里就成了匪夷所思 你很难改变他的认知 他也不会理解你的想法 你们永远都不在一个频率上 相处起来自然很累 尤其是在花钱这件事上 往往成为三观不合最集中的矛盾爆发点 比如啊 我有一个好朋友 五一的时候跟老公出去旅游 当时旅行社提供了两种套餐 一种一千八 但是包含购物 另一种三千五醇玩 他想选三千五醇玩的 但老公认为 既然都是一个目的地 当然选便宜的划算 就算被拉去购物 坚决不买就是了 但是好朋友认为 便宜的套餐 吃得住的肯定都差 而且还要被导游牵着鼻子走 把很多时间浪费在购物上 根本就没有意义 夫妻俩好不容易有时间出来玩 当然要玩得尽兴一点 最后两人大吵一架 不仅旅游没去城 还闹得不欢而散 这样的例子 生活中有不少 小到几十块的咖啡 大到几十万的汽车 太多的婚姻 因为消费观的不同 大吵大闹 而在吵闹中 我们忘记了初心 其实初心很正 他可能是想找一个地方 好好放松下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可能是想找一个地方 玩一场浪漫的夫妻双人旅 但当初心正碰上三观不合 悲剧收场 久而久之 无人在记得这场旅行的初心 甚至婚姻的初心 网上看见个小故事 小K妈妈是个优雅的人 就连下楼倒垃圾 都要收拾妥当 穿戴整齐 小K爸爸外表英俊 很能赚钱 在外人眼里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段 但是在小K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离婚了 小K妈妈说 他人很好 但是过不到一块了 毕竟一辈子太长了 原来啊 小K妈妈爱干净 但是小K爸爸不爱洗澡 衣服乱扔 小K爸爸是很能赚钱 但是却很少陪小K妈妈 后来小K妈妈遇到了小K的继父 他会主动洗衣服 收拾家 而且还能陪小K妈妈 散步看日出 一起研究菜谱 虽然都是很小的事情 但在三观不合的人面前 就成了心累 在三观一致的人眼里 就成了舒服 所以啊 一开始就要找个 三观一致的人在一起 他喜欢玩游戏 但是也支持你看书 他喜欢宅在家里 但是也愿意听你分享 旅途中的趣事 他喜欢撸串 去大排档 但也能陪你走进西餐厅 都说爱不爱是其次 久处不累才是最重要 一辈子真的很长 金钱 外貌 也许只能决定 你们有没有可能在一起 但是三观决定了你们 适不适合走下去 你感觉到了吗 王坤老师说 夫妻之间同频才能共振 交流才能交心 三观一致的核心在于 理解包容和沟通 而这些正是 现在大部分婚姻中所缺乏的 我们都想要支配 甚至控制对方 但往往忘记了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越是控制 对方距离我们越远 夫妻争吵 互逢冷战等问题 也会愈演愈烈 最终走向感情破裂 生活观一致 就不会因为生活方式不同 而把家变成战场 金钱观一致 就不会因为钱的问题 而产生很多矛盾 人生价值观一致 就不会因为没有共同语言 而无话可谈 教育观一致 就不会因为教育孩子 引起分歧 导致家长和孩子都不开心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请找个跟自己 三观尽量贴近的 如果你已经结婚 但是对方跟你三观不合 请一定要努力做到沟通 理解和包容 一起参与相同的学习 共同成长 使我们的三观不断接近 最好的婚姻 就是拥有共同的方向 然后一起努力成长 早要让感情更和谐 让生活更美好 好了 这就是今天晚上 彤彤为您分享的文章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 欢迎给我们读者留言呢 我是彤彤 我在山东 向您送去问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